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全台各地依旧是相当晴朗又炎热的天气 预计这样子的高温热浪天气还会持续到明天 高温都可以来到33度到356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您种植的一些作物是不是会受到这个热浪天气的影响了 那么另外呢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震雨 山区的农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 那么另外呢今这个星期呢最需要大家关注的 就是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有个热带性低气正在发展当冲 不排除呢在今天晚上或者是到明天呢 就有机会呢增强成为台风了 不过提醒大家啊 因为现在呢它的结构是比较松散一点点的 以及整个大环境呢始流场是比较不明显的 所以接下来它会怎么走变数还非常的大 未来这两天呢是关键发展的时期 也提醒大家要时时的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那么今天农宴小丁宁呢特别提醒大家哦 最近的天气啊真的是湿度很高 降雨的机会很高 同时天气又是相当的炎热的 所以这种气候的情况之下呢 特别容易有一些木瓜疫病啊 碳菊病黑腐病跟荷藩病等等的病害发生 提醒大家呢务必要加强落实田间的卫生管理 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药剂来确保收成了 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种植柑橘类的农友们哦 最近呢是它果实的快速肥大期 特别要多加注意溃疡病的防治工作了 如果您呢的果园在去年就有灵患一些溃疡病的状况的话 在今年呢一定要是用一到两次的药剂哦 来减少它灵患疾病的机会了 好那我们来持续关注这个热带性地下的发展哦 目前的位置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有机会呢是沿着巴士海峡的方向前进再进入南海 但是其实也不排除它有机会呢提前北转 往台湾东方的海面上面这样子北上哦 但是呢现在的路径到底怎么走还没有完全的明朗下来 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会是它发展的关键期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务必要加强呢这个最新的气象资讯的更新了 大家看一下明天呢全台各地依旧是像今天一样非常炎热的天气 但是在礼拜三之后就要多加注意了 在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 东部地区影封面的地方会先开始出现一些震雨 而紧接着在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雨势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度就可以发现了 礼拜三开始呢东部地区就会出现一些风雨了 而紧接着礼拜四礼拜五呢 西半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雨势跟风势 但是呢到底这个影响程度是多少呢 还要持续的在观察哦 提醒大家呢 接下来这几天都是它发展的关键期 务必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 来提前做好一些防范跟准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